杰森·斯坦森冷知识 杰森·斯坦森曾主演过七部跟飙车有关的电影 飞蛇镜头数不胜数 但事实上 他在现实生活中连驾照都没有 并不是不会开 而是考了三次都没有通过 杰森一直以光头的形象出现 但其实早在童年时期 他的发量就非常堪忧 杰森曾效力于英国国家跳水队 这个职业在拍摄赶死队3时 曾救了他的命 当年在拍摄时 他驾驶的卡车失灵 连人带车冲进海里 幸亏他跳水经验丰富 才从海底逃出驾驶室游了上来 从跳水队退役后 杰森进入了演艺圈 专门做模特和MV的舞蹈演员 但是大家看过这个模型的片段后 也能猜到 他的模特生涯混得非常艰难 在模特圈混不下去的杰森 转织成了街头叫卖小贩 专卖各种假货 两感大言枪的导演盖里奇 就是从他的身上得到灵感 创作了这部电影的剧本 并邀请他来本色出演那个街头小贩 杰森曾三次拒绝漫威的邀请 分别是拒绝了蜘蛛侠中的突救 夜魔侠中的把眼 和复联4结束之后 新阶段漫威宇宙的邀请 他曾说 让人站在绿幕前看提示做出动作 再用个两亿美金的特效制作出来 连我奶奶披个披风都能演